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刘电座像是稍稍碰了一点 大家看裁判帮你一张投赏完了 你是不是干过 怎么这么有经验 因为在海边拿了一个胃部 就是他眼睛非常尖 高准亦刚才背靠背打 砍索巴 砍索巴已经有点五点式摔跤的镜头了 爆腿了已经 这球给的不错 投球 这是个吊涉 看看这一下 霍普把球做出来 远射 远射的机会 我的天哪 这一脚射门啊 力量和角度 包括整个的质量都非常不错 挺进挺进了 有人去打这个内部空当 该传必须得传 对 刚才黄波这球是选择停下来 而是没有直接打到张林鹏助攻那个位置的 抽船了 宝丽宁 自己打门 这球把宝丽宁选择的小角自己射 就是 赵林那边啊 时间已经把这个位置要出来了 宝丽宁在这个 炒球 先看这下啊 一路往里钻 没有报仇啊 跑出来 把我搬脚撤回来 对吧 你最终的结果 宝丽宁后查 你必须得往里钻去捅过他的这个整个防守 所以你从这一点来说啊 咱们国内球员 尤其像黄波那种重挡地球的球员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之前船中他也会关注你的防线 是区域收回去 还是盯过的人 所以第二次再有船中的时候 他非常积极地去插这个回切 需要这个到三角的传统 也说 所以呢 现在的机定的这个目标算是差不多 已经可以了 对吧 对于恒大呢 哎呦 这球 出来了 并没有吹啊 塔利斯卡虽然在抗议 但这个球 完了 手快扳回了比分 但是这个球可是有争议啊 你看这球实际上断下来 回船也可以 这球啊 你还真没法说法 托马斯登啊 这个手上的动作 包括整个防守的动作 还都是挺干净的 对啊 为什么这一次传过来没有人 塔利斯卡断球之后 这边的编后卫已经开始往上飞了 就准备去反击了 但是塔利斯卡横着带着一下 被对方断了之后 编后卫是来不及回的 其他的防线呢 又要扶到这一次了 哎呦 布朗宁这下 这身体 撑方球啊 这是 身体是真好 先起一个高球 就会拦了 还是防守这一下起到了一定的干扰 塔利斯卡和高林抢到了一个点上 在边路啊 不来 机会来了啊 这球选到了传球 外围紧接着打远车脱手 你看塔利斯卡第一次在他自己的区域拿到球 要跟巴西球员比小通过的话 我鼓励一会儿可能 看这一下 哎呦 往上 才把哨已经响了 响了 越来越了 平手质量很关键 自己打了 哎呦 还造成一次脱手 他这队这门将 手边教练啊 确实有点问题 哎呦 恒大需要把这一打一提起来一打一 制服不了就在这一下 但是哎呦 跟得真紧啊 对 要有信心 再敲回来打 时间 哎呀 今天塔利斯卡 哎呦 跟到边上啊 直接传这个质量又不是很高 又倒钩了 又是一击倒钩 现在送的这落点啊 就是飘到那儿给你倒钩球 李学鹏启动 传出来 还有快转 哎 别动啊 飞起来啊 转连炮大门 继续打门了 这一下 把你又做的后腰上来 我就打你方的移动 哎呦 这贾东过啊 英俄姆做的 远射 哎呦 这安东尼斯是真靠谱 对 他是中场的一个算是准主力的球员 看李学鹏下来之后啊 这些船勾进来 还要到处吗 塔利斯卡的投球 我这弧线都得不 来呀 哎呀 保利尼奥啊 好不容易有一次前叉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同时卡住口 打门 哎呦 哎呦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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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最后时刻 他好像找回状态了 哎呦 等一下 可能不再给时间了 因为这个确实 哇 比赛了 wie